主儿 咱们快点吧 皇上已经在寝宫等着您了 嗯 知道了 主儿 奴婢去给您准备衣服 娘娘快洗完了 把这些衣服都叠起来吧 是 对 肚兜呢 娘娘 小瑞丝来了 进来吧 皇后娘娘 万安 起来 谢皇后娘娘 如何 回皇后娘娘 姜太医奉执一路赶着回京 可是途经山东境内 不知是劳累 还是影视不慎的缘故 到日复谢 耽搁了好些日子 如今好些了 正赶着回京呢 她病了 那永齐和淑妃如何 都好 吴阿哥病相悠患 淑妃娘娘 除了慎其弱 也没别的不是 那本宫就安心多了 你下去休息吧 辛苦了 喳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凌大人出事了 怎么了 今晚本应该是嫁贵妃失寝 谁知为方嬷嬷 在收拾嫁贵妃衣衫时 发现嫁贵妃的肚兔不见了 李渔公公带人去查 结果在侍卫无房 凌大人的义务里找着了 凌云彻 李渔公公 李渔公公 是 好多人都看见了 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 家贵妃一直缠着皇上 要处死凌大人 凌大人已经受刑了 李公公递来消息 问怎么办 去找皇上 我没有 谁呀 肖妍 快冤枉你吗 住手 皇后娘娘来了 别详细 stepped in 你 在侍卫的武房找着了 是 嬷嬷们 发现佳贵妃的肚兜不见了 奴才 便派人四处悄悄地寻找 最后 最后就在林侍卫的 换洗衣物里 发现了这个 佳贵妃 这是你的肚兜吗 自然是臣妾的 皇上说我穿这个颜色好看 皇上喜欢 您说是不是皇上 这事我别说这些了 皇上 皇上 皇上身边出了这样的事 是该严惩 只是臣妾听下来 觉得这个事 看似严丝合缝 人赃俱祸 可总是哪儿有奇怪之处 皇后娘娘自己都说 是严丝合缝 人赃俱祸 还有什么可奇怪的 佳贵妃 若有人真的偷了 这个不能见人的东西 应该贴身藏着吧 怎么还会放到 五房那种人多手砸的地方 是故意等着被人翻出来吗 给令主请恩 皇上 临侍卫侍奉您 一直忠心耿耿 如果这件事是被人设计陷害的 皇上一怒之下 杀了林云彻 身边可就少了一个 忠心得力的人 佳贵妃的冤屈 也会受得不明不白的了 皇后娘娘 您是在替那个浪荡的 无耻之徒求情吗 本宫是在为皇上着想 此番是皇上登基以来 首次难寻 意在效仿慎祖慎情 体察民情彰显隆恩 万一因为家贵妃的事 打死了个侍卫 这事要是传出去 指不定会传成什么 厌闻异事 毁了皇上的肾欲 本宫要去见皇上 喳 臣妾请皇上安 请皇后娘娘安 你怎么来了 臣妾听说寝殿生事 怕皇上气坏了身子 特意赶来的 谁知道你是真担心皇上 还是来看本宫笑话他 好了 少说两句 是 不过 皇上 臣妾方才在门口 听到皇后娘娘所言 臣妾认为皇后娘娘 思虑甚事 其实冤死一个灵侍卫 也不打紧 万一污损了皇上的圣谕 才是大事啊 不如皇上您觉得谁碍眼 就别留在跟前 打发得远远的 眼不见为尽啊 令妃的说法 倒是一个折中的法子 皇上您听听 臣妾受了这样的 几齿大悟 皇后娘娘和令妃 还为那个 低贱的侍卫求情 家贵妃 本宫和令妃 都是为了皇家的亲谕 你为何偏要一翳张扬 你难道不为皇上着想吗 罢了 李玉 吩咐下去 打发林妃车到木兰围场 做打扫苦衣 不许回京了 喳 今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 皇上也累了 早些安置吧 想来家贵妃也不宜事情 臣妾差人送她回去 令妃留下 是 皇上 皇上 令妃这次伤得不轻 等稍作休养才能上路 娘娘放心 奴才会给林云哲安排了安生地方 好好休养 再送她去木兰围场 那一去就靠你打电了 是 娘娘以为 今夜的事 是谁在算计林大人 莫不是家贵妃自己设的陷阱 家贵妃与林侍卫无冤无仇 更何况 害一个人 何必毁了自己的名身 那会是谁呢 这么想要林侍卫的命 娘娘 会不会 是冲着您来的 兴许吧 可令妃怎么对林侍卫那么好呢 还跑来为林侍卫求情 你明儿要给林侍卫送点药过去 是 这事到临头 竹儿 您怎么又舍不得了 如今林云彻没死 静忠公公白费了心思 她可不会肯就此审罢甘休 一个烟火 本宫害怕她吗 竹儿 暴飞 没什么急 找上你 来 看看 你有 før 故事 不小心 保正 多少 我就不小心 只是 牵手 好 可oby compensation 侬与司 只可爲给我 各位 这话 本宫就是不想让凌云彻死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要我去除了凌云彻 我下手了你去 去求求你什么意思 本宫是要除了凌云彻 但并不是想让他死 如今他被赶出去了 也是一样的 当初是本宫对不起的 如今就得还他了 可是尽忠啊 如果你安分老实 咱们就一起求富贵 若这事闹出来 皇后为了保护她的救命 恩人凌云彻 多少会拉本宫一把 可你呢 若让家贵妃知道 你让她丢了脸面 她头一个杀了你 燕婉 你翅膀硬了 你倒真不怕让皇上知道 你们两个曾经有私情 你敢要挟本宫 那就一拍两散啊 你大可以告诉皇上 本宫当初为了爬上去 是怎么求你的 是怎么答应了你 我倒要看看 皇上是厌恶本宫 还是更厌恶你 好 真好 你忘了你当初在家贵妃 那是受了如何的苦吗 要是没有我 要是没有我 你会有如今的荣宠吗 敬忠公公 瞧您说的 您说这话 可是冤枉我们主了 我们主这心里啊 除了一心伺候皇上之外 就只惦记着和您的扶持之谊了 若不是昨晚 怕皇上皇后和家贵妃 继续彻查下去 会扯出您来 我们主又怎么会赶走林云彻 了了此事呢 令主 奴才我也是心疼您 您的恩宠来得不容易 您得自个儿好好珍惜 金钟 你可别忘了 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呀 别轻举妄动 别让皇后和李玉他们知道 这事是你做的 是 奴才知道 那奴才还有差事 先行告他呀 初儿 消消气啊 皇后娘娘 知道你受了冤屈苦闷 但这件事牵扯后宫名誉 又爱着皇上面子 不能大肆插放 所以娘娘叫我 带吴幻子给你 皇后娘娘 是希望我无忧无悟无患吗 无忧无患无人可以做到 娘娘娘说 娘娘说 吴幻子 抗风耐旱 又耐阴寒 希望林世伟 无论身在何处 能耐得住一时苦心 图谋后路 娘娘还有句话 她说 你走得不体面 若想回来 必得堂堂正正 体体面面 娘娘希望我回来 自然 难道留你在木兰围场 断送一切自生自灭吗 皇后娘娘本请我无意汇报 多谢皇后娘娘 也多谢 替我求情的令妃娘娘 你保重 多谢荣佩姑姑 等等 多谢荣佩姑 没有 嗯 不是